慈濟人演繹手語句 闡述親情的可貴 臺下收容人感動世淚 雲林二間舉辦反獨講座 慈濟志工高兆良以過來人經驗 告訴大家毒品的可怕 引渡平安服刑十八年出獄的陳春菊 也分享心路歷程 從別人的故事 反省自己的人生 再加上想到親情的呼喚 讓收容人有所體悟 改過向善有心就不難 收容人也希望未來出獄後 外界能再給他們一次重生的機會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徐永華 黃淑英 張如榮 雲林報導 聲鼓勵